专载自白江号作者,任介于乐圈8月7日,亚欧乒乒乓球全明星赛,昨日在江苏南通完美落幕,张继科作为亚洲乒乓球明星队的主力选手参赛,比赛期间收获明星赛MVP,最有价值球员奖。 比赛过后,张继科在接受采访时铺出之前韩国公开赛真正的退赛原因,张继科表示,上个月退出韩国公开赛的真正原因,并不是媒体和平林宣称的腰伤复发。 在7月举行的韩国公开赛中,张继科拿下两轮资格赛后,直接宣布退赛。 官方给的解释,是因为张继科自身腰伤复发无法比赛。 这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心和关注,张继科在采访中表示韩国公开赛退赛,并不是因为我腰伤复发。 其实我觉得拼联真的很有意思,我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,我的对手被连续换了三次。 你要说换时间比赛,可以理解因为都是电视直播,但是你要是说随便换出前决定的对手。 这个自己确实没办法接受,竞技运动员比赛就是这样吗? 你除完全没有办法去换对手,如果都可以换对手的话,那我也可以提出跟换对手的张继科对拼连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。 在这种公开赛的安排上,包括对拼旁球职业项目推进上,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,不是说针对谁或者要怎么样,而是自己的亲身感受。 可能我不说就没人会说了,但是,我是不会怕他们会有什么意见,就只是出于对全世界运动员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态度去比赛。 对于一名职业的竞技运动员,在确认了自己对手是谁后,就会做出相应的准备。 但是,你的对手如果可以反复变化,这明显就是让开赛选手无法适应的。 最后张继科再次的澄清自己退赛并不是因为咬伤原因,跟咬伤没有一点关系。 主要是因为国际拼连这样搞,那运动员惨不参赛无所谓了,包括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没必要。 如果这样比赛,对运动员完全是不公平的。 像韩国乒乓球公开赛这种白金赛事,竟然会出现这种奇葩的闹剧。 张继科敢于发声,不是为他自己,是为了所有与运动员的利益发声。 如果竞技体育失去最基本的公平公正,赛事规则可以随便的更改,那还有比赛的必要吗? 我呼吁更多的职业运动员可以发声,也希望国际拼连能给这项赛事一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比赛环境。 我支持张继科,你们支持他这种做法吗?